香港国安法最大规模提控今天登场 多名外国使节和支持者一早前往法院 声援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47名民主派人士 控防疫调查还没有结束为理由 要求转延审讯三个月 还不准被告保释 让辩方律师大为不满 批评当局滥权 目前案件还在审讯当中 法院已经拉闸 警员在大楼附近截查民众 更高求民众离开法院以待 大批民主派分子集体被控 这种画面和场面 通常只有在民主自由残缺的社会上演 但是今天却发生在香港 昨天被警方通宵扣押之后 因为参与立法会初选 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被告 今天被押往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大批支持者一早就守在法院外头 等待法院派发号码牌入内旁听 虽然当局预留了额外的座位 还在三个法庭转播审讯 但是支持者人数众多 号码牌很快就派完了 几百名支持者继续留守在法院外头 不愿离去 声援者举起象征 反对独裁强权的三只手指 当中还包括因为参与示威 而被中国警方拘押到王婆婆 高呼维护香港民主自由 不少人高举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布条和大字报 指责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 我不相信的 所以我觉得是要来了解 而且都不如知道 其实我们香港人明白他 除了力争民主自由的港人 还有不少外国使节 专程前往法院声援被告 中国人和香港政府批判 那些新闻公司使用法 非常轻松 但是这到底不再是这样的事 那么这就是为了我们来自外国人的维护 我为了开这周年 我们在国际上预计了 有一个9-point的关系 专业的关系 有很明显示 我们会接受的批判 专程的则是非常密切 专程中的登场 所以我们能够在拓断 很多的这些人在这里是香港的动员 在香港的政策和其他社会的工作 这就是为了我们在这里 为了示范我们的关系 为了跟随着发生的关系 案件原定早上11点开审 不过却一拖再拖 不少辩方律师迟迟无法和被告见面 法官决定推迟到下午3点开庭 但最终再展延到4点才正式开庭 法院职员念出控状之后 控方突然要求案件压后3个月 到5月31号才续审 好让警方有足够的时间深入调查 包括查阅几百项数码监证 分析大量资金流量等等 但是却拒绝被告保外 这项要求毫无意外的 引起了辩方强烈不满 其中民主派前议员梁国雄的代表律师 就斥责控方滥用权力 既然还没有完成调查 就不应该突然提早起诉 公民党党员的代表律师也强调 压后审理却不准保释 对被告非常不公平 控辩双方为此争论不休 直到傍晚5点半暂时休停